我们继续跟在台湾的一位老先生 我们的话叫同胞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的兄弟 之前说过越南的生活几十年前 1950年到现在60年 60、70年前的事 我们现在说你的军旅生活参军 你是被捉去参军的还是自愿的 因为我在越南长大的时候 我们很少是华人很少是自愿的 第一他的越南国家人不是我们本国 因为我们为了已经娶到越南国籍 我们可以生活做很多生意 但是我们的岁数要捉取兵役 20岁 捉兵役要训练三个月 训练的时候 因为越南国家那时的经济 我们不知为什么好生意 我们吃得不饱 越南的制度很差 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用法子 你说越南的制度 说是南越 南越的制度的时候是这样的 很难生活的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的子弟的心向都不强当军 因为被压力都没办法 我们住在这个国家 即是你不是自愿的 不是自愿的 是被迫的 后来我进去训练的满期 出来服务 训练的情况是什么 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也很辛苦的 训练的什么行为 训练的武器、枪枝 开枪 开枪、打敌人等等 我们也没有什么高等 野战技巧有没有? 野战技巧没有 因为我们普通的步兵 普通的步兵 只有军事上的形式、见识 知识如何打开枪、打敌人 是 主要是实战的东西 是实战,本地实战的 我们得到毕业满期训练出来 调我去中部 南越中部 南越中部 在哪里? 港治 港治 港治省靠近北越那边 哦 港治省 即是在边界 在边界打的时候 是 打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有美国帮助南方军户了 援助 援助 军户了 美国也要组织 还叫做职业军人 是 是 签取当地华调的子弟帮忙 哦 因为他美国信任我们华人 即是说美军在南越征召华人做美军 美军这个叫做职业军人 即是征召南越的华人子弟 是子弟 进去美军里面 对啊 美军里面 哦 因为他的美国军队那时候 说真的 虽然要帮助南越 他不是很信任南越政府 哦 因为他是总部自卑部 Hairquarter就是总自卑部 大部分我们华人子弟帮他守卫 这样啊 大游击战 是 我们起床八个人 七八个人 是要游击的 就是打北约那边 哪一届打共产党呢 是 是 逆了死很多子弟 打北约共产党 是 打游击战 我们起了几个特别部队 是 起了七个人 七个人 没有多 特别部队 是 只是七个人 祖成 祖成 你不是吗 你不是几种之下吗 我属于后方部队 因为我不喜欢上战场 哦 你这么聪明 因为国家不明白 你明白吗 很聪明 我们在美国 那你有任何选择吗 可以任你选择 因为那时候美国 不需要上前线 那时候美国的事 取用人要懂少少少英文 是 所以我在美国军府里面做 你有读过英文 你懂得更懂的 懂得更懂的 我去军府里面做 接疗军府 supply 接疗军府 那些军牌 即是你做后勤部队 后勤部队 后勤部队 我不用上战场 上战场 起床一次回来 命都没有了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你有没有伤识的人死在战场 有 伤识很多 我的同学也死在战场 有7-8个人 有7-8个人死在战场 就是小学的同学 小学同学 都是华侨 都是华侨 那时候以你所知 战争的惨烈程度是怎样的 战争惨烈程度很难的 人们安机落业 常常有些炮吊来 打火箭炮 即是北越那边常常有火箭炮 不是直接北越 是南方的边界 是南方那边的乡下的游击队 是 一天都 吊了炮过来 即是北越的游击队 南越游击队 南越游击队吊炮过来 过来哪里 过来南越 通常在台湾 为什么南越游击队 打回来日南越呢 因为南越游击队是共产党的 你明白吗 因为北越的共产党有沉透过南越 是 人民 人民倾向共产党 倾向共产党 为什么呢 那时有100万人 那时有100万人 大富翁 那时有100万人 很厉害的 买纸张 我们华人有些 买什么纸张 买农族 是 越南有个地方 有少数民族 叫农族 农族 农族是民族不用当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属于少数民族 越南政府 有分批少数民族人 需要当兵 那时越南也有些 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 对 倾斜 所以那时少数民族 就是我们华人 当时识到越南政府 我们华人 是 有骗到越南政府 骗到他什么 骗到他 说自己少数民族 哦 就是他 假装少数民族 以前都未统一的时候 不如有一部分的军队 是帮法国佬当军的 是 军人嘛 王亚生的时候 你没有通过王亚生的名字 最出名的 是 是 那时我们华人的时候 法国佬问我们做什么生意 我们多数是农羹的 是 港西人多数是农羹 中农羹 中农 农 所以越南人会以为 我们华人是农族 小数民族 所以可以突然 一张给你免费 那时有小数民族的部长 可以挽救自己的子弟 他是属小数 不需要当兵 所以用这个机会来买 是 港西也有很多 少数民族 免费 当我们不行 因为我爸爸是国军 我爸爸没有什么指章 证明他是 农族那边 港西那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就逼对我们去参战 参战我不是自然 是被逼他 捉他去参战 是 参战 训练后出来 那时你是多少岁 捉他参战 二十岁 二十岁 刚好 刚好够情 捉你过去 刚好出来 社会赚钱的时候 被捉他了 捉到做过 你参军多少年了 六年 哇 这么长 我只有越南参军 刚刚训练满业 三个月 第四个月 我已经走出来了 九一来 我参入了一个 美国自然部队 你真是很精神 为什么你会这样选择 那时 怎样懂得这样选择 你二十岁 为何这么聪明 我跟你说 帮热南政府 拼命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我们是本国人 即是你那时懂得这样想 懂得这样想 过来帮美国做 美国食谱好 代意好 是的 银子又高 收入是怎样的 收入当时 热南军队 一个月是二千元 热南顿 热南币 过美国的六千元 多四十 三倍 吃好 住好 武器好 二千 六千三倍 武器好 所以我们过去帮他们博 一旦我们博 为了我们 躲避一下 吃好 住好 那你六年 你六年 存了不少钱 哈哈哈 六千元 你一个月 一千元两千元 都很多 在军队里面 有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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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鸭 小肉 有做 初二十六 做鸭 因为他顺意 配合你的当地人的信仰 你想做什么 他们去打仗 有带圣爷去打仗 带圣经 圣爷 什么圣爷 老爷 你说是你们华人的士兵 华人士兵 要服务一个圣爷 在美军里面的华人士兵 会带圣爷去打仗 一切 他是一种鼓励的精神 我们有圣爷赴助 我们也不怕 是 这些是我们幻名的封族 是 是 封族 封族 封族是美军舞 美军舞 都是美军的配合你 入乡随族 適应你环境 你帮他做 这个 我们说的族话 就是赶山狗 赶山狗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我们帮他代替大仗 我们很懂 那狗 捕野兽 捕野兽 是 所以美军 他很想任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 虽然 有能贪 但是 没有害人 是 越南人 拿你钱在一起 要杀你 要迷你命的 拿你钱 要迷你命的 就是比较野 很野 我知道越南人是很野 野性很多 很厉害的 你帮他做什么 他未得的时候 他要龟头拜 你得到勢力 你就惨了 哦 所以 我们有刚刚说的 周公之礼 是禽兽所谓 哈哈 那么 参军那里 就是 军队里面 美军的待遇 那么好 你是六年 都是在美军里面 是的 一直都是做后勤 做后勤 做后勤 做到美军撤退的时候 我又回来 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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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援战争 南北战争 美援战争 美军在里面的角色是怎样 你所观察到的 他的美军角色 当作保护 保护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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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南越的政权 是的 目的是这样 没错 那 你认为 做不做到呢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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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撤退 是 因为 什么做不到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的军队 很多自然军 不单纯是美国 美国 加拿大 纽西兰 菲律宾 菲律宾都有 有韩光 韩国都有 韩光 还有泰光 国际志愿部队 帮南越打北越 这么多都打不赢 这么奇怪 为什么 打不赢 就是经济问题 因为外国接军 美国军队 那些军队 没有帮越南政府 白白勇军队 最低度 我的兵队 比如说 费用十元 越南要出三元 对吧 出三元 即是南越出美钱 对 出美钱 都没有 出美钱 都没有钱 窮 打得挺有养军 所以打不赢 所以就撤退 撤退 一撤退 南北越就过来 原来是这样的 打不过 因为当时 北越军队很聪明 美国炸的时候 他撤退 撤退中国 撤退大陆那边 撤退柬埔柴那边 即是说你那些 北越的军队 对 当你打过来 我就撤退 撤退 撤退大陆 你空炸城市 你没有人逃 你炸的东西要钱 炸弱的钱 炸到城市炸不到人 炸不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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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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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没办法打下去了 是的 那你当时在军队里面 即是你做后勤,但是安全性是怎样呢? 会不会都有可能会炸到呢? 会炸到,但是有没有自后方向? 有没有被炸过? 有炸过,炸不到,因为我们进地下室 有地下室到,地下室到 以你所知,前方的击战是惨烈到怎样呢? 击方击战,如果帮你对打,很少说对打 多数用火箭调过来 火箭,卖地雷 我们输就输就这样 因为我们人去打的时候太少人 你落到中心部的时候 他几百人不会打死你,只有七个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探索他的地方 我们不可以开枪 迫他要开枪,知道地方 知道他在迷藏 因为他打了游击 立刻打电过来 他打了游击 他有很多地方迷藏啊,树林啊 打电过来,总部的方向 即是有哪些人在那里,放炮打过去? 美国放B-52起炸 飞机? 飞机起炸 B-52飞机去空炸 其实你们只是去搜集他们的位置情报 即是你派那些七个人的部队 那些特种部队 主要是去搜集他们的位置 差不多我们当时美国是赶山狗 你明白吗? 是 放狗上山,闻到什么特性 那些野兽在那里吠 是 是 那些偵察 就是那些偵察兵 是吗? 美国说乔子弟出现,战争死 你知道多数 他死成二十几万人 二十几万人 你说是美军? 美军是华人子弟 华人子弟参军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华人子弟加入 那时候 因为你三百万华侨 你捉了十几万人 每一天都几个 几个 你六年了 你不断补充 不断补充 不断死 哇 那时候你看到北方战争 你看到 谁都怕 是 所以这边的军队 是否能有钱买回家 尽可能 尽可能有钱的人就买回去 熟回去 以前南方军队很贪污 你做个团长 是 军队团长 我好夜在家 譬如我一个月 二千元 这么说 我要补充三千元 五千元一个月 为何 你不用当军 你回家 你要补充我 叫做贵子兵 什么叫贵子兵 什么叫贵子兵 是 有名字 没有人的 譬如 这个小田有五百人 五百军队 实际只有三百 二百 哦 有二百人 失蹤了 二百人 有名字没有人 叫贵子兵 有名字没有人 有名字没有人 这个二百人 每个月 要攻击小田长 例如你那月 二千元 你要补充三千元 你如果是二千元的 这个军 要补充三千元 你要补充三千元 你又要补充三千元 你又要补充三千元 就告诉你 我回去 我每个月要补充三千元 他有一宗事务隆 给你 家里要钱 有些欠兵来捉你 我是终于买卖的 有人来收钱 有人来收钱 这个军队来贵子 真是黑社会 所以当时当地热南很乱 没办法 我有一班同学 偷渡英国、美国很多人 走光了 走光了 走光了美国、英国 所以你说我去热南屋 别人我不知道 我本人去热南屋 没有什么留意 没有好感 太过战制 统一时候 中国去改了两年 不如同一 南北越统一的时候 他捉我去努改 捉你去努改 两年 为何呢 他说我抵抗他不业 你曾经当兵 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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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称你们做毅军 这是假的 不是正当的军队 尤其是很久回来了 还要迫我做在当地 我当地的地方有华人多 华人代表 你自己管理你的华人 但是你要打报告 嗯 他们都说 人很多做什么不出来的 你要 你要 你要报告 打小报告 要向他们 报告 华人里面有些什么特殊分子 如果有什么特殊 譬如捉了他五年 你要三年 这样 如果不打报告 你要捉到 捉到那个是自立的地方 你认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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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打报告 如果捉到他 就会 比如说监禁他五年 你就要阻三年 哇 如果捉到十个 监禁五十年 你就要监禁三十年 但是我 我头脑很凌厉的 我帮你 你叫我做打报告 我愿意 但是很多以往的过士 我还是年轻 我不懂他做什么的 他自我半天 我知道他喜欢某名 做什么 但是以往做什么 我绝对不懂 这是实际的事实 对不对 没错 你叫我打报告 过去 过去 喂 我现在开始做计起 你不要计他过去 过去 过去不关我事 当然做村长 是要做村长 但是以往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 没懂他是村长 就是你滑调界线 今天我上任为止 之前那些我不计 我目的是这样 我们华人 什么时候都补赏 我们华人 不能够避免 是 那时候华人 越劣烂的华人 是很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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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其实有 有潮州下家 又有广东 广东广西 但是这些画 大家如何沟通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不要出来 大部分多数会说 这个广东话 潮州话 都可以出来 如果没有沟通 我们可以用延南话 也可以 是是是 延南和和文 就是都会说 我们华人 自小 是很方便的 是 因为自小 你们都是有读越南话的 有上越南课的 越南话的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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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内往什么 是 比如说客家人 潮州人 有我们大家自己人 何时候有内往 没有 我们有五邦华侨 广东 客家 潮州 海南 福建 中親會 同鄉會 我們團結 所以我們華人裏面 最團結是甚麼呢 華人學校 華人醫院 經費都是我們的商家 每個月轉出來幫忙 即是大家會有一些互助的 講來講去 因為華僑到外國生活非常優秀 開頭很艱苦 慢慢慢慢改善 到後面甚至是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 因為是越南的文化 百分之百屬應該是中國的文化 沒錯 它一直由秦朝 其實它是很早期的 一千年以後 千多年前 它本身已經是我們的繁淑國 它本來就是講華語 讀華語 但它讀越南音 它全部都是學中文的 那時候 他們沒有越南文的之前 越南文後來發國統治 現在越南文發國統治 才用阿拉丁翻譯的越南音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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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羅馬音 羅馬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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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翻譯200年左右的歷史 現在我們廣東話 我們講知識 國家知識 它越南的祖族 有些聲聲 音樂有點像 我們叫漫探 它越南人叫漫探 慢慢來講 漫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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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越南人叫漫探 漫探 即是發音好似 對 我們詩語 你叫漫探 詩語 叫漫探 漫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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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它永遠 它剛剛同一時候想 脫離我們中國這個文化 脫離不得 因為你越南沒有什麼 代表 所以如果你脫離 你自己用本 你的國家 民眾 情緒 這個文化低了 沒錯 沒有表達什麼意思 因為它沒有文化底穩 它自己沒有文化底穩 它都是儒家文化 中華文化 儒家文化的傳承 幾十年前 都說孔子是他的 哈哈 跟韓國一樣 韓國都說孔子是他的 很奇怪 其實他們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 一直以來是 學我們的東西 其實 面前他越南 不是叫越南 不是叫安南 安南 沒錯 安南 他熱王勾展是他的皇帝 熱王勾展 熱王勾展 磨身上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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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也叫附屬國 每一年都供應 以前叫北業 近我們廣西裏 有個友誼關 是嗎 以前不是叫友誼關 有去過友誼關 有去過友誼關 不是叫友誼關 是 叫做真南關 叫南關 叫南關 真南關 真南關 真共中國 法國統治的時候 大家改回他們 叫友誼關 叫好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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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爸爸一個人 叫越南人 叫越南仔 又叫安南仔 哦 他以前是越南勾展的時候 他越南野蠻民族的時候 安放的南方 安放的南方 叫野蠻民族 是 叫安南 是 安定 去暴亂 叫安南仔 是 後來才改越南 那他為何改越南 越南的時候是法國改的了 法國 統治的一段時期 法國統治的一百年 是 叫做越南 哦 安南以前要附屬 中國不好聽 是 哦 政權改變之後 他就要改名 哦 原來這樣 是 如果安南美還是附屬 這個一條 好像在日本 有這個 所謂的中國影子 或者 其實 其實 現在越南人的姓氏 因為我們中國姓氏 嗯 中 中 李王河陳也有 是 他們都是用我們的姓氏 但是 他們的男人有分別 女人用氏 男人用氏 譬如這個 陳文帝 這個是男子 中間的字 用文字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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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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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人哪個是氏 全部都是嗎 是 全部都是 如果你讀氏 軟是甚麼 你才會叫女性 哦 這麼有趣 全部都是統一 中間的字 都是統一 軟是軟是就是女的 很特別 甚麼文是男的 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 真廣 我見識今天和你聊天 當然他可能每年每年的改變 是 進步他又加多 有時候他不可以有 但是他一定是 他的姓氏 嗯 嗯 軟是平 就是女中 軟是硬 又是女中 嗯 又是陳文帝 又是黃文 是男性 男性 哦 很特別 你們移民去台灣多久了 十幾年 十幾年 十七八年 有甚麼原因可以移民過來 剛剛原因是這樣 越南是統一 是 因為我們華人有受到打擊的 是 因為我爸爸以前保留到 中華民國的國籍 哦 哦 中華民國的國籍 我們屬於華僑 哦 我們可以申請過來 遇民去那邊 停居 即是你爸爸是有中華民國的國籍的 是國籍 因為他是國軍 有國軍 有保留這些政權給你看 哦 哦 所以他當初想讓你遇民過來 很難的 第一 他問你家庭有沒有兒女 他有個女兒才嫁過來 有個女兒嫁過來 這就是醫親 醫根紀的女兒嫁過來 先醫父親 他在台灣的始終 是維護標準 沒有都不行的 要維護 因為我現在 我先女兒嫁過來 我女兒用了名義 而我父親過來 我寫了我拿政見給你看 我們不用喪失國籍 是 因為越南民嫁過來 要退國籍的 我們華僑不用 因為我們華僑 簡直我們不是去越南的國籍 他被迫用口頭上 沒有什麼資料 所以我才遇過來了 我遇過來了 我遇過來了 我的遇女都遇過來了 是 就是首先有個女兒嫁過來 是 然後又因親關係 你又遇過來了 遇過來了 但我們本身都有資料證實 你是華僑 遇過沒有都不行 那你怎樣證實呢 因為我爸爸的始終 不會有保留下來 他有保留下來 我有保留下來 十幾年前的話 即是二零零幾年 二零零幾年到現在 不用說什麼時候 二零零幾年到現在 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我是十幾年前去過南越 去過你們那邊 那時候南越 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南越都不是太差 因為已經有很多工廠在那邊 已經 已經是有不少工廠 即是香港的工廠 工廠那時候影響開放的經濟 外國來投資 台灣最多 那時候人工好像都有成千元 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成千元 差不多成千元 七百百元左右 七百百元港幣 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二百多元左右 二百多元左右 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二百多元左右 大陸都是一千元左右 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和越南 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和越南 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和越南 我還沒過來之前 三年前我已經幫美國台灣公司做 我做廠長 嗯 做廠長 做廠長 那時候一個月只有百多萬 百多萬的錢 百多萬的錢 那時候台灣只有四五百元左右 哦 即是你做廠長 都是四五百元左右台幣 是嗎 百多萬 因為我們華人懂國語 他需要我們幫他翻譯 是 提到越南 因為他徒師需要用當地這個 沒錯 師傅 我們又識字 台灣的師傅 師傅快過去 那你就跟他溝通 溝通 幫他翻譯 那你是做 那時候開頭的時候 是做什麼職位 我開頭的時候 一進去就做了 因為是缺乏人才 我進去就管理 管理三百多人 哇 那 那 那 油漆 漢工 木工 品工 品工 因為工廠那邊 卻是 知名幫 台商修理工具 建設貨倉 還有分配這些 本來他那間是鞋廠 是 跌打鞋廠 叫寶園 寶園 寶園 哦 然後 然後 你們 為何決定 移民過來呢 為何 我的決定 很難說 我決定 我不想住那邊 不想再住那邊 我送我下一代 回來 他們 雖然台灣 也屬於我們祖國 也屬於我們的 自己人 我願意給我自己人欺負 我不願意給你外國人欺負 因為你外國人 你沒有能力 資格欺負我們 你給我 就很差 人與人之間 所以我過來 我也沒有說得罪野南政府 是 很多人問我 也是感恩你 那時候 我們過去你們給我 給你機會 但是 你的政策 你沒有什麼 寬愛 就過來 你也沒有辦法 要分開來看 你們這個國家 對我們華僑 是怎樣 有因 也有排華的時候 對 對 但是起碼來講 他接收你 他沒有說拒絕你 是吧 他接收你 你們在那裡好好生活 當然 他們政府那些東西 那些政策那些東西 你們作為華人 都影響不到的 那時候 那時候統一影響華人 很厲害 富士明市 所有華人財產 都沒收 哦 聽說你是資產 資產階級 過來越南 扼騙你們的 貴越南人 所以 這個學校 醫院 這個 中親會 全門沒收 所有經濟都沒收回來 這樣 那時候 很慘 但是我們中國人 最優點是什麼 是 賺到錢 買金 買金 蠢金 賣起來 他們收不到 打不到 打得表面 沉底打不到 但是我們華人 有一部分有錢 已經走了 走了 他有錢的 有交官 他懂得情況 怎樣管 他比較消息 零空 先離開 有一部分 沒辦法 有家產 很多代 不是一、兩代 十、八代 有工廠 其實 其實 你那時候 你們 越南 都這樣的情況 李嘉誠 一早就走了 哈哈 就是 他很靈通消息 是啊 他是最高層 有來往 有來往 沒有錢人 始終 他是優勝 因為他 始終消息 靈通 因為他是接近上層的人 對 做生意 上面 每個政府 都要靠商家 沒錯 靠商家 有時候 他是工商 這個商 這個政商 都是混在一起 整天都是 自古以來 都是混在一起 不能夠脫離關係 自古以來 都是混在一起 正經正經 自古都是搞了一堆 所以他們容易去知道信息 以前 一班華僑 又幫台灣政府活動 因為統一之前 已經過來台灣 一統一 你不要辦法捉到他 哦 捉到他就出來 啪 上櫃 你講是甚麼人 華人 即是和他們 因為以前 在延南有華僑 華僑是理事 華僑是幫長 哦 當然幫台灣政府 人們聯絡了溝通 做事 人們了解我們當地華僑 你派他 你不如了解當地華僑 所以幫人聯絡 以前 你意思是 因為他北越 統一了南越之後 北越的政府 就會向這些人開刀 開刀 因為你是反對他的 哦 以建南北越兩班 是的 你是曾經參與過 反對他的組織 活動 一些人物 所以他就會打擊你 你知道共產黨 統一熱南的時候 一夜之間捉五百個國民黨 勞改二十年 嘩 為什麼他知道這麼清楚 因為以前越北的時候 南方已經有沈透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進來 嗯 有滲透到南越 對 北越的共產黨的人 都會滲透到南越 對 叫華雲 華雲 甚麼華雲 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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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幹部 你看 所以在越南的時候 那些國民黨開會 已經有共產黨 沈透到裡面 嗯 記錄你明察 記錄你明察 將自己某人自哪裡 記錄你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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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暴雨了 記錄你明察 在香港有一個警察部隊 裡面也有一個叫做什麼 人家叫做臥底 臥底 或者他們叫做收集資料的情報機關 差不多是港總人士說他們屬於間諜之類 所以不跟他們說 香港那些叫做情報科 警察情報科 他們都會去深入組織收集資料 其實都是這樣的 所有政治團體都有這樣的組織 都是為了後面 為他們可以戰勝對方 但是是我本來的思想 第二個我不知 我不希望我的兒女的仙 後來有程度 我會參加政治 為甚麼呢 我跟我爸爸的事參加政治 是 搞到走投無路 所以沒有人是當兵的 當兵 他們有參加 裡面有部份的 是 你的後盾不大的時候 是 你用你好像滾山狗 偷死你就會死 因為我們的背景不能夠推薦 你的意思是 拿你來做替死鬼 對呀 對於國家有貢獻 對於人民有貢獻 我們多做些 對於政治 他們有他們的想 我們不能夠排斥你參加政治 不是你的思想 我思想 是我絕對我不喜歡的 因為我受過越南很多壓迫 因為第一 不是我們有國家 是 第二 但是你要想一下 這個呢 這個是你的經驗 對呀 但是你要想一下 時空背景不同 對呀 政治環境改變 對呀 第一 你是寄居別人離下 對呀 寄居別人離下 你沒有主權 你沒有選票 你沒有這個 那時候哪有選票 越南現在才有選票 那你那時候是 被軍 那些軍隊 那些政權 就是 被這個軍政權所管轄的 那所以呢 你們是受到這個 槍槓子底下的 鎮壓的人 那不同的嘛 還有你是華僑身份 你又不是他們越南人的身份 所以變成你是 基本上你是叫做 二等公民 你是二等公民來的 你在越南來說 那所以呢 你是沒有權利的 你是只是 就是人家政權 要你怎樣就怎樣 那但是你來到台灣 就是好像你下一代 那他們都是 就是成為自己的主人 成為國家的主人 他們已經有 有話事權 他有一張選票在手了 所以說呢 即是說 那個時代 和那個政治環境 都變化不動 不是 那時候我們華人 在越南 那個政權 都有很大勢力的 有做到將軍 甚麼都有的 因為以前 在北宜已經叫你 做到將軍 是嗎 做到將軍 將軍 常教 宗教 語言 立法語言 都有的 是 一同一行 兩素 因為你 雖然你在那裏 說你十代八代 他的思想都是你 是外籍 是吧 他永遠 他的派系 是本地人 何時都妒忌你的 是吧 沒錯 但是 我們在台灣不同 我們是本地人 我們是中國人 沒錯 如果你在外國 你幾大勢力都是假的 沒錯 你是外省人 你何時都被人 跟蹤留意你的 你即使有錢 沒有用 你都拿不到權 對 權是最大 權就是權頭 權就是權頭 你有錢 你的錢不是權頭 你有權才是權頭 我的思想 可能是我比較差 我感覺 全世界國家政權 差不多 也就是黨派之類 黨派 好像分黨派 老闆 一黨一黨 你看現在美國也是 一黨派之類 民主黨 你強一點 你就勝 你弱一點 你就衰 所以我們 是 黨派 但是我們一個國家公民 如無他當軍 我們應該去 是 他當軍 應該去 嗯 但是有時說 很難說 好像台灣 你外國人來打 我自然是 如果自己人打 我實在是 我實在是 因為不同的 就是 固執談你一碗 不重要 我都吃了幾口 吃了幾口 不重要 不重要 聊天要 人的思想 每天都不同 沒錯 不過我 我 因為我 我 可以抽離 我可以抽離 因為我不是你的 我可以抽離 我可以跟你去解釋 就是說 你的觀念 沒錯 因為你是受過這些苦 所以你會覺得政治很黑暗 有很多權力鬥爭 也可能你要犧牲 你會傷及到你自己 但時代變化了 還有你的國家也變化了 還有政治生態 政治生態也改變了 所以你可以跟子女說 爸爸是這樣經歷過你的 但是台灣是怎樣 台灣是另外一個世界 是的 那你自己去分析觀察 是的 你自己要怎樣去做 你自己如果真的去參政 你要小心點 你自己會更聰明 你自己會更聰明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 就是說 怎樣說也好 台灣始終已經步入了民主的階段 只不過是初階 雖然是初階 但是起碼來說 我們已經有一張選票 即是 話事權 我們叫做話事權 這張選票其實是一個話事權 就是自己當家作主 已經是我們自己當家作主 有話事權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人民 不要受政黨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操縱 我們要聰明 聰明 聰明一點 這張選票 不要那麼容易被他騙 不要被他騙到手 我要投給你 你要盯緊一點 看清楚 看清楚 金睛火眼 即是孫悟空的金睛火眼 看清楚 看清楚 這傢伙信不信得過 這傢伙做不做到事 才會投給他 其實如果每個人民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不會選錯人 第一 第二 起碼來說 不會選到一個太差的人 另外 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已經決定了 我們選誰 其實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對 很多政策 很多東西 他用人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 所以 一句話就說了 我們當家作主 不用那麼害怕 你們那種恐懼 我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 就是說 這種恐懼 其實 我可以這樣說 在台灣當前來說 也 或者 未完全過時 但是又有可能已經過了時 為什麼呢 又要看看台灣未來的發展 政治發展 未來政治發展 如果是 走回獨裁的路的話 你這個擔心 我絕對是同意的 但是 如果 就是 一路往 向著更民主的那條路走的話 你這個擔心 我就覺得是 多餘的 不過 那時候 張勳都會 帝制 復辟 是吧 袁世海 他都會自己 稱帝 所以的話 就是 很難說 為什麼呢 在華人的社會裡面 華人的那種 劣根性 有些劣根性 那種 希望 出一個 一個 好的帝王 出一個 一個 好的政治人物 經常會期待 所以 將這個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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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 寄託在某一人身上 這件事是很 不應該的 我們是 將我們的 幸福 將我們的 未來 寄託在一個 政治制度上面 一個 完善的政治制度上面 但是現在目前 台灣你說的 我這樣 太亂了 太亂了 現在 目前 他打壓 新聞 不可以的 打壓新聞自由 你覺得嗎 你又覺得 有打壓新聞自由的情況 他現在 我告訴你 雖然我點點時間 我觀察他 也是 很差的 我們中國人 最不好的思想 就是這樣 不能中國大陸 哪一樣 有多少權勢 與勢與威力 威脅 威脅人家 威脅人家 看見你勢力 弱點 就找辦法 犯了一個 罪名給你 就搞你 但你永遠不會反抗他 我過來這邊 聽到說 可以反抗 那些說法 就是 錢的問題 你看 台灣 貪圖總統 都能夠出來自自猶猶 哪有這樣的 做人 雖然我們幫他 都會有壓力 給人家問問題 是不是 貪圖人民的錢 你還給出來 他們自由 給下一層 你有的 就沒有公平 在一個國家領導 他最高 人家人民 不是沒有優待他 他最優先優待 貪圖教了 回家自自自猶 沒有人敢動 這些就不行了 勢力太 同容 一個人 我們雖然幫他 他也有公過 但是 他的國家法 不是我們人民 抓的 他已經知道 法律 知法犯法 最高領導人 你不是這麼簡單 他們抓回來 可以在外面 外面 外衣 一時間出來 說三 說四 都不行 但是這個人 思想太差 我已經做錯了 我應該要返省 我不能夠追究活動 看什麼機會 我們下一代 你出來說 別人都不信 是 是 是 我應該做賊 所以說回來 你又說他不要做 說回台灣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有車 我要開車走了 開車走了 好 我們聊到這裏 多謝 好 拜拜